你好,我們是全杰科技,我是高晶海 我們現在開始為您做教學展示 大家好,我們是全杰科技 現在我們介紹一個客戶的翻例 如何在SigmaPro裡面畫三圍的一個向量圖 首先我們看一下 這是畫好的一個結果 然後我們的客戶他要求 在他的軌跡上也畫上去 這一個翻例 然後他也想要看 他旋轉的角度是長得怎樣的 可以看得到 旋轉的角度 OK 現在我們來看一下 他的資料的擺字 必須這樣子 首先我們必須有一個 XYZ的 這個向量的資料 那因為是三圍的 所以必須有 XYZ的起點 跟 XYZ的中間 然後中間要空一欄 因為這樣子就是一個線段 空一欄就折斷 然後再下來下一個向量 第二組的向量的起點 向量的中間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式來畫 把這一個向量的圖形 然後重新在這個 Create Graph這邊 三圍的 Nine 這裡面 Share Create三圍的這個Nine 然後我們目前的擺設方式是 XYZ Triple 所以我們把這三個框 就是三條 然後我們把這個 XYZ這樣框起來 按下一步 我們可以發現 X1 Y1 Z1 這是123 接下來因為我們客戶的需求 他想要把每個向量的起點 連成一直線 我們在這邊 用F Pro這邊把它加進來 然後我們用3D 9 Pro這邊 然後3D的Tragedy Pro XYZ Triple 然後這邊可以看到五六七號 按個完成 那就可以了 那也可以 接下來你可以調整顏色 OK 如這樣 那當然你也可以調整 你的視角 剛才已經有秀過了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透視的 透視的誇張一點 或完全不透視 就是零的 所以都可以看到 以上就是我的展示 全節科技 謝謝您再見